大家好,我們帶大家來看102年的學測題目 《自然科》裡面生物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這一年的話是從第九題開始 單純第九題在這邊問到 生態系物質循環中下列核種元素 不是構成人體內核酸的構造 核酸的話它的成分當然最簡單的是有碳、氫、氧這個都有 另外還多了什麼? 氮氧、氧、氮 另外的話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就是硫還有磷 對於DNA來說它是碳氫、氧、氮、氮 那蛋白質的話沒有硫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沒有 那也就是我們這次的答案 從這裡來看的話 其實當然大家可能覺得說就是一個題目把它背起來 但是其實科學家要證明 你傳物質是DNA還是蛋白質的時候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核酸有磷沒有磷 而蛋白質是有磷沒有磷 所以這題當然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題 那利用呼吸作用獲得能量 那有關呼吸作用的敘述 所以我們從這裡來看的話 有氧呼吸的過程中 氧會進入立腺底 對沒有錯 它進去了 會參與最後的電子傳遞 最後當作電子接收者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選項是對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 有氧呼吸的過程中 葡萄糖會進入立腺底 結果就錯了 不會 葡萄糖它並不會進入立腺底 它是以丙銅酸的形式進入立腺底 所以這個選項就錯了 它是葡萄糖會在細胞質裡面 經過糖解作用 分解成兩個丙銅酸 然後丙銅酸在進到立腺底當中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筆質太低 筆質太低表示什麼? 筆質太低就表示ATP多 筆質太低就表示分母大母 然後分子小 對不對 所以就是ATP多 那ATP多的話 它就不需要加速呼吸 因為呼吸是要產生ATP 那我現在ATP已經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也是錯的 那當然它單選底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不過還是把它看完 然後接下來 這個骨骼肌 如果它缺癢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不管它是骨骼肌 還是誰 缺癢的時候 它其實要進行無氧無錫的話 這個丙銅酸就不會進到立腺底當中 丙銅酸它其實沒有辦法進到立腺底當中 然後就在細胞裡面 被它的酵素 然後當然還有產生的這個NADH NADH 然後這個它就會讓它進行 看是乳酸發酵還是酒精發酵 所以其實呢 在無氧的時候 缺癢的時候 其實它不會進入立腺底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錯的 好接下來再看 酵母菌在缺癢的環境下 那酵母菌很厲害 它可以有氧呼吸 它也可以無氧呼吸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酵母菌它只是會酒精發酵而已 沒有不一定 然後接下來就來 有沒有葡萄糖進入立腺底 那是不是跟這邊一樣 葡萄糖其實不會進入立腺底 不管是有氧還是沒有氧 它是以丙銅酸的形式才有可能進入立腺底 而且它這邊又講 它又是缺癢的 所以缺癢的時候 它其實丙銅酸就在細胞質裡面 而且它講的是葡萄糖 所以其實都是錯的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題吧 那我們的生物呢 當然我們現在所有的生物 構成DNA的話就是這個 ATGC 所以其實它就是四種碱基 那它這邊就很調皮說 如果某種生物的DNA中有五種碱基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都有五個可能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遺傳密碼由四個碱基決定 所以這一題要放在生物體裡面 其實它是個數學題 所以有四個碱基嘛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個碱基有五種可能 第二個碱基也五種可能 第三個碱基也五種可能 第四個碱基也五種可能 所以它等於就是問你 五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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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應該是多少 這個答案就是五的四次方法 就是五的四次方法 好所以這個應該是個數學題 OK 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題 那基因轉值 那有關基因轉值技術的敘述 這個何者正確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目前無法成功利用基因轉值生物做成食品 對不對 這個會有基改的這個黃豆啊玉米啊對不對 這是國內有的 那當然現在的話有這個基改的鮭魚肉要上市 當然啦我本身的話是認為基改食品是安全可食的 不過我們當然不談這個 OK好來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基因轉值細菌是將重組的DNA送入宿主細菌的細胞核 這就不對了 因為細菌是屬於原核生物對不對 它沒有核膜 它當然也沒有細胞核 所以這個這個存在沒錯 好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目前基因轉值研究已經成功 創造加外圓基因轉值入正核細胞中 對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但酵母菌是這個正核細胞 那另外的話我們講到基改的植物 植物也是正核細胞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是對的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胰島素 那利用遺傳工程來做遺導師 我是第一個遺傳工程的產品 可是呢 並不是他講的 我們沒有轉值入糖尿病患的體內 沒有這樣子啦 不過這樣聽起來也蠻酷的對不對 我其實沒有這樣來做 那另外的話我們再往下看 它其實要以這個特定的限制酶切開載體 那另外的話 並不是以其他要以相同的限制酶 那相同的限制酶 才能夠切出相同的黏性端 接下來連接酶 才可以把它們結在一起 所以這邊的話 他說其他種的特定限制酶 那這就不對了 要是同種的才可以 所以同種的才能夠切出相同的黏性端 接下來才能夠黏在一起 所以要這樣子寫就錯了 好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這邊講到這個製病病毒 然後再加以培養 然後想辦法讓它去除活性 重點就是在於是要讓我們 這個人不會因為被這個病毒感染而生病 那但是呢 又要有免疫的功效 可是呢 又擔心病毒會傷害我們 所以我們就把它最核心的遺傳物質 把它給處理掉 所以這個就產生了只有外殼 而沒有遺傳物質的類病毒疫苗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雖然不是閱讀測驗 不過其實這邊大概也提供了一些訊息 不過很多重要的東西大家其實還是要知道 它這邊是要挑何者錯誤 所以其他的選項應該都對的 例如說這個病毒呢 它沒有細胞質跟胞氣 它的構造很單純 連一個細胞都稱不上 然後呢它是由外殼跟核心構成 外殼是蛋白質核心是核酸 然後呢沒有完整的酵素系統 它其實一定要寄生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它這邊講到這個蛋白質外殼已經變性 但是能有抗原的特性 這邊其實也有提到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看到一選項 然後呢這個 這個就錯了 為什麼 它說類病毒疫苗只有病毒的外殼 還是具有抗原的特性 那它就是具有抗原的特性的話 它才能夠當作疫苗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好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看到生物多樣性的時候呢 其實老實說每個層級都可以同的 那只是大部分最常講的就是這三個 遺傳就是基因的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就看看這邊有幾種 那生態系的多樣性也就是我們這邊談到的 所以生態系的多樣性講的是什麼 簡單來說 生態系的多樣性強調的就是環境的多樣性 強調的就是環境的多樣性 所以呢 它這邊問你 下列何者是生態系多樣性的例子 所以你就是找到跟環境有關的敘述 跟環境有關的敘述 對 從這裡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個形成多樣的食物網 這個是生物跟生物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同一個物種分成這麼多不同的品種跟品系 這應該是基因的多樣性 然後另外的話呢 這裡有這麼多不同的物種 然後呢 總共有幾隻 這個也是在物種的程度 那但是呢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有沒有發現這邊 這邊的話 其實就有不同的環境對不對 有草原 然後呢 各種的棲地有沒有看見 他把這個環境講出來 那他無聊了 就是變成說 有一點要迷過的 他這個棲地裡面有各具不同的物種 那當然是這樣 不過重點是在於 我們要判斷 它是生態系的多樣性 談的是環境的多樣性 氣息地的多樣性 然後這邊當然就疼到 台灣超過30種的養生類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在物種的部分 所以答案我們就選 跟環境有關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下列哪些過程 僅發生在僅數分裂的第一次分裂 所以如果其他地方也有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能選 那音訣兩項就表示我們現在 進到了多選體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邊 這個成對的染色體 這個互相配對 沒有錯 這個叫做聯繪 所以聯繪 只有發生在僅數分裂的第一次分裂 因為第一僅數分裂的重點 是要把同源染色體拉開 所以他會先配對然後再拉開 所以這個其實是對的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選他 沒有錯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仿錘絲 有兩組中心體共同產生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不管第二次分裂 或者是這個有失分裂 都會有 所以這個就不是僅發生在第一檢出分裂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不選他 好而且其實那個時候 這個中心體的話呢 應該也叫心狀體 不過好沒關係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到 這個姐妹染色分體 互相分離 那檢出分裂的兩次分裂當中 第一次分裂拉開的是同源染色體 第二次拉開就是複製的兩次 或者我們叫檢出染色體 所以其實在這個狀況之下 不管是第二次分裂 那或者是有失分裂 應該都會有這個情形的發生 所以也不是只發生在 這個第一檢出分裂 那一樣的道理 合模合人消失 也是有失分裂跟檢出分裂都會有 所以這個也不是我們的答案 那英選兩項 就剩下最後一項 可是最後一項有點難懂 非同源染色體自由組 那當然這個也跟提出染色體 遺傳學術有關係 這個意思是什麼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我在這邊 對不對 我這邊是大A 複製出來 然後檢出分裂會形成四分體嘛 什麼意思 就是它會連繪 對不對 我來跟你連繪 假設我是小A 那但是下面呢 另外一個來跟我配對的 另外一個跟我配對的 它有可能是什麼 另外一個來跟我配對的 那我們講它有B好了 假設它有B好了 我怕往下放會卡住 我往上放 不好意思 B1在一起 假設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對在這裡 對不對 那我這個有可能是誰 我 大B在這裡 小B在這裡 那這樣子呢 我拉開以後 我得到的不就是 大A跟大B在一起 小A跟小B在一起 但是也不一定啊 對不對 我不一定要這樣子嗎 我不一定要這樣子啊 我也有可能怎樣 我也有可能是 小B在這邊 然後大B在這邊啊 那如果這樣 我分出來的CAD 不就是大A小B 小A大B嗎 那因為一次很多的細胞 同時檢觸分裂 有些排這樣 有些排那樣 所以呢 這個就叫做什麼 這個就叫非同源染色 它會自由主 非同源染色 就是大A跟小A 是同源染色 大B跟小B 是同源染色 可是A跟B中間 就是非同源染色 我有可能是 跟大B在一邊 也有可能是 跟小B在一邊 所以從這來看 這個選項是對的 非同源染色 之間是自由主流的 這就很有 那個孟德爾的 這個第二遺傳法則 很有那一種 這個自由配分 那一種味道在 好來 再繼續往下看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就土系圖 那大家如果有 很持續的在看這個 土系圖的話 你就會發現 所以學測幾乎 每年都會考這個東西 那從這來看的話 那當然 這個圓的是女生 方的是男生 然後呢 這個空心的是正常 然後呢 有打斜線 或者是塗黑的 就是由我們 這個問題要探討 那這個問題探討的是什麼 這個問題探討的是 這個紅綠色盲 那我們就知道 紅綠色盲的話呢 它其實是性連遺傳 而且這個基因 有病的基因 位在X染色裡面上面 所以其實 看到這個補系圖 他又很好心的告訴你 因為有一些沒有告訴你 叫你自己判斷 那就很麻煩 所以他又告訴你 這個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 我們馬上可以先寫進去的是什麼 男生的是確定的 所以男生只要沒有病的話 他就一定是正常的是XY 那男生有病的話呢 一定就是XY 或者是XY 看你要怎麼寫都可以 男生這個也是正常的 這個也一定是XY 然後呢 男生這個是正常的 一定是XY 那男生是有病的 一定是X爸 或者我們叫做X病Y 一定是這樣子 那女生呢 女生就不一定了 女生就不一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女生的話 有可能會是怎樣 那從這來看的話 女生他是正常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有一個正常的XY設計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男生 爸爸他是 爸爸決定他是男生 因為爸爸給XY 媽媽決定他有沒有病 所以呢 他自己是正常 表示他一定有一個正常的XY 那但是呢 他的兒子 有這個疾病 那這個疾病呢 當然是媽媽給XY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他是個疫情兒子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再看到這邊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我們就會發現 哇 他是女生 我們知道他會有一個 因此是正常的 那他到底是 只有一個正常 還是兩個都正常 那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那你也可以看見 這裡 有沒有看見 他這個是幾 那從這來看的話呢 他的父親是有病的 對不對 那因為是女生 所以爸爸一定是給他什麼 一定是給他一個XY 因為如果給Y的話 就是男生了 對不對 那媽媽呢 媽媽給他的 因為他又是正常 所以他的遺傳組成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爸爸一定是給他XY 那媽媽呢 媽媽其實應該 只是沒辦法確定 沒辦法確定 好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這邊 那這個女生也一樣 這個是正常的 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 那但是呢 我們就可以看見 他這邊生了這個小朋友 跟這邊的狀況其實 有一點點類似 那我們從這來看 你就會發現 他是正常 為什麼有點類似 就是我們可以藉由 有沒有病來看 這個基因怎麼流的 我們就會發現 他自己是正常的 可是呢 他的兒子是有病 所以呢 爸爸決定他是男生 媽媽決定他有沒有病 所以呢 這個媽媽他就是什麼 他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 他有一個正常的XY染色底 然後他才會自己是正常 可是他的小朋友有病 所以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呢 這個也沒辦法確定 我們只要他至少有一個正常的XY染色底 但是兩個都正常 還是可能有帶一個有病的基因呢 這個我們就沒辦法知道 所以我們都把它搞清楚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這個選項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那選項來看的話 這邊就講 只有男性的成員攜帶色盲基因 這不對嘛 這個也就是攜帶對不對 我有攜帶這個色盲基因 只是我自己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這是不對的 接下來的話呢 這邊可以看到 視覺正常 但一定攜帶色盲基因 男生沒有這種 男生沒有代音者 視覺正常 一定就沒有攜帶色盲基因 所以對男生來說 沒有這種事 這個就把它畫掉 然後接下來 視覺正常 但是一定攜帶色盲基因 這個就難了 我要正常 也就是要圓圈 但是一定攜帶色盲基因 對沒有錯 有沒有看見就是這邊 這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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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視覺正常 一定攜帶色盲基因 有三個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我們錯了打差就好 來接下來再看他出選項 視覺正常 但一定不攜帶 一定不攜帶 一定不攜帶 從這來看的話 一定不攜帶 一定不攜帶 這個一定不攜帶 這個一定不攜帶 這個一定不 只有三個一定不攜帶 這兩個我們沒寫 因為他不確定 對不對 所以就不是這樣子 不是說 這就不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視覺正常 但一定攜帶 視覺正常 又一定攜帶 這就很像我們剛剛講的 對不對 視覺正常 但一定攜帶 就是假冰基 假冰基 假冰基 這好像跟剛剛這個選項一樣 所以這個是對的 然後接下來 視覺正常 但一定不攜帶 視覺正常 一定不攜帶 就變成什麼 好像只有剛剛講的 這個 是不是剛剛講的 這幾個男生 對啊 沒錯 以悟梗 所以這一點就是這樣 我們先把這個男生 給確定出來 然後呢 再用他的關係來看 就能夠把它全部解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題的話呢 就會是這個樣子 好 趕快 趕快 每次說是速解 都講在那 我們趕快往下看 那這一題的話呢 其實當然這閱讀題 有一些文章 其中 跟我們有關的是 這個質疑的現象 我們趕快看一下 那有關滲透的敘述呢 那下列哪些正確的 那滲透它本身的話 是一種水通過半透膨的擴散 那擴散的話呢 本來就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沒有說一定要是細胞 沒有說一定要是活細胞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低濃度的水 滲透到高濃度的溶液當中 你也可以說啊 其實是 我這邊的濃度高 滲透要高 滲透還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所以水就吸過來 水就從低濃度的流過來 所以他的這個體積就上 回到剛剛的質疑現象 你被丟到高漿溶液當中 高漿溶液的濃度高 我細胞的濃度低 結果呢 我的濃度低的水 就跑出去了 所以我的細胞的體積就減少了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在溶液中 水跟溶質通過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這不對 這個 這不對 我是不是手指沒完 他是不是感應到硬化力跟手指 好 所以呢 這個滲透是磚質水 溶質通過半透膜的移動叫做透心 滲透是磚質水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 通過細胞膜的滲透作用 有時可見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滲透主要是講水 那水呢 通過半透膜或者我們直接講細胞膜好了 他有可能是簡單擴散 也有可能是經由水通道的便利擴散 那如果是經由水通道的便利擴散 那那些可以統稱為運輸蛋白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接下來再我們再看 這個滲透作用是不需要消耗燃量 對不對 滲透是不耗燃的 所以呢 我們陰選兩下嘛 對 所以答案就是這類的 OK 好來我們再看下一題 那下一題的話 我按到什麼 沒關係 我們重來這裡 我以為要不要出 不用 再一次 剛剛是不是手不講 其實我不知道問題 好來我們看下一題 OK 那下一題的話呢 我們看到的是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把它泡在 不是接下來 反而就是把它泡著 泡在這個蔗糖溶液當中 因為下面會長蔗糖溶液 然後呢 它直離了 它直離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描述哪些程序 那這個蔗糖溶液會讓它發生原生式分離的現象 所以呢 它是在 這個溶液是個高張溶液 對 沒有錯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看到 浸泡之初 水分子的淨移動 它不是由外向內 不是 因為它如果由外向內 那應該會把細胞灌到脹起來 沒有 而且它的水跑掉了 所以它自己縮掉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好接下來 浸泡之初 到出現直離現象的過程 那我們講到 細胞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 那 第一個角度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外面的濃度高 滲透壓高 滲透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所以呢 它就會把水給吸走 那我裡面的水被吸走了之後 我的溶劑變少 我的溶質的濃度就提高 所以呢 我裡面的細胞就會濃度高 然後滲透壓就會高 所以呢 這個選項變成是對的 對不對 這個選項變成是對的 大家要知道 濃度高 滲透壓就會高了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是一個達到平衡的過程 這是一個達到平衡的過程 所以其實 細胞的濃度低 然後呢 外界的濃度高 那我放在一起就會慢慢平衡 就表示外面的濃度會變低 裡面的濃度會變高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是因為水會流出去外面 溪施外面 那有沒有可能真正達到平衡 有時候沒辦法 因為濃度差可能會太大 所以看要從什麼角度來理解 我就要速解不了解 就解太慢了 來接下來 得到滲透壓平衡的時候 對 還是會進行移動 對 這是個動態的平衡 它看起來已經沒有再明顯的變化 但是水其實還是在移動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達平衡的時候 液泡裡面怎麼突然就充滿浙躺液 沒有啊 液到裡面還是水啊 而且這個達不可能從外面跑進來 如果這個達可以從外面跑進來 那就好 那就不用直離啊 慢慢擴散大家都平衡就好 那就是因為溶質沒辦法動 溶劑來移動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我們陰選三項 對不對 接下來繼續往下講 接下來我們就 綜合底管我們就進到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植物的運動 那植物的運動可以分成 因為生長素分布不均的生長運動 還有呢 膨壓改變的膨壓運動 生長運動是生長素分布不均 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們要挑 挑跟大家不一樣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呢 那我們就直接發現了 誰跟大家不一樣 這個大豆的葉片在夜間避合起來 它這一點跟大家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在白天可能又會打開 所以它是膨壓改變然後就合起來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就會看到 對不對 這個殘繞鴻架 這個是像素性 也是像性的一種 生長素分布不均 然後接下來 向地心方向延伸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是這個 向地性 也是像性的一種 然後呢 這個呢 像光源 這個是像光性 這個其實也是像性的一種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牙翹由肌部向上生長 如果它光線沒有偏移 它會直直的長 那這也是一種生長 這也是不可逆的 所以只有這個C卷像是同壓改變是可逆的 所以它跟別人不同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某個陸域生態系中的五種生物 然後它其實有生產者跟各級消費者 然後呢 有一條完整的食物鏈 那我們在食物鏈跟食物網跟生態塔當中 我們本來就沒有講分解者 就是從生產者講到最高級消費者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總能量 那我們就會發現 根據能量塔的概念 能量塔是沒有例外的 一定是生產者大 然後接下來層層傳遞的過程當中 能量會逐漸的散失 所以能量最 總能量最高是在下面 越往上總能量越低 所以我們其實從這個能量的高低 我們就能夠排出來它的實性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 所以它應該是乙是生產者 因為它的總能量最高 然後接下來是物 對不對 接下來是物 這個我是化身太塔的概念 所以下面是大的 然後是什麼 然後是冰 然後接下來是甲 然後呢 丙是這個最高 是最高級的消費者 那總能量其實是最低的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呢 那大家被我們寫這樣的話 這就是一個營養階層 一個營養階層 所以甲的話它算一二三四 它應該算是第四營養階層 所以這個就錯了 然後接下來 這個有一點點麻煩 有一點點在考例外 我們講的是能量塔 能量塔沒有例外 下面的能量一定最高 那但是樹塔呢 個數就不一定 個數不一定最多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講樹 樹上有很多蟲 那樹的數量會遠小於蟲的數量 對不對 可是樹的能量其實比蟲還要多 所以其實這個 他說一定 這個不一定 這個不一定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丙是第四集的消費者 如果真是生產者的話 對不對 真是生產者 然後就是一二三四 所以這個是對的 然後接下我們再看看 其實我覺得第一選項困惑了 那你這樣看 他已經是 這是初級消費者 這是二級消費者 那通常二級消費者 大概吃霧的話 他確定是只吃草 對不對 那其他的應該是吃肉 你說那是肉食性 結果好像又不能選他 為什麼 因為他不一定要吃肉食性 對不對 他可以是雜食性 他也可以堅持一點別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不喜歡這個選項 選項有一點點麻煩 所以你如果說他一定會吃肉 那比例像是多還是少 那這樣子就OK 可是直接說他一定是肉食性 因為他也有可能是雜食性 那生產者顯然就這個 不是物品 還是生產者 他種能量最多 所以大概是這樣 來趕快 來好幾個 然後接下來這個消長 那消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知道消長指的是 隨著時間序列的推移 發生優勢種取代的現象 那原本優勢的 我努力生活環境改變 可是卻變得不再適合我 所以我就不優勢了 我就沒辦法決定群集外貌 我就變少 可是我沒有少到不見 不會我還在 例如說我一開始是顯胎 後來變長 後來變樹 那你在身體裡面看 還是有顯胎還是有長 只是他不再優勢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 這個一開始多 後來的話呢 變少 但是也沒有少到不見 那這個是輪流 一直掃光 那這也是輪流 一直掃到最後都沒有 那這個也是都沒有 所以這幾個 我們馬上就劃掉 這就劃掉 那答案就剩下 這個B跟D要猜一個 那為什麼我們最後選了B 為什麼選了B 因為它其實有變少 有沒有看到 有變少 而這個呢 還持續的在變多 其實沒有持續在變多 你不再優勢了之後 你的數量就會變少 因為別人比你更優勢 所以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趕快再往下看 那這一題就算簡單 人體的專因性防禦 我們就挑一挑就好了 那這個胃黏膜 胃黏膜的話 這個是屬於皮膜屏障 皮膜屏障是第一道防線 皮膜屏障也就跟皮膚的阻隔 都算是第一道防線 那發炎的話 發炎也是非專因性的防禦 對不對 第一道防線被突破 第二道防線就會起動 同時也去觸發 這個專因性的第三道防線 所以發炎的話 紅熱腫痛 紅腫熱痛 這個其實也是非專因性的 那接下來呢 這個器官的排斥 這個主要是T細胞的 然後抗體 這個主要是B細胞 所以這個就是屬於 我們要的是專因性防禦 所以這個是貴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其實我覺得 考這個東西有一點麻煩 因為呢各種血管的改變 特別是在於什麼新週期期間的這個壓力變化 那這個比較像是什麼 這個比較像是這個高三的部分 高三的部分 應該是第五張版 可是它其實還是考的 所以那時候呢 很多這個編高一級武商務的出版社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會考這個東西 然後它還根本裡面就加了 欸 沒想到我衣服晃到也會 也會 也會 好 來 我們往下看了 所以從熱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了 這個內皮的話 大家都有 它說微血管沒有 那這個就不對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到平滑肌 那平滑肌的話呢 微血管沒有 可是靜脈有 所以這個也不對 然後接下來它半膜 半膜只有靜脈有 半膜只有靜脈有 所以這個是對的 好 然後接下來管臂含有 潔肌組織 那這個其實跟平滑肌 感覺有一點點像 也是動脈跟靜脈 動脈跟靜脈 比較是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往下看 而且你看潔肌組織是什麼 你如果講基底膜 所以這個選項判斷起來 比較麻煩 不過倒還好 它直接說靜脈的文明顯就錯了 然後呢 因為動脈是從心臟接出來的 所以它會隨著心脖而有脈點 然後慢慢的到微血管 靜脈心臟的影響就越來越下 所以其實這個選項也是可以選的 它選兩項 對 這OK 我看到說 有一些選項 我們高一紀錄生物還沒選 判斷上有些困難 但是不要再擠 不要再往靜下來好好想一想 或許還可以 好 很快 這個應該是最後一題吧 那我們看一下在這邊 調查一種 因為我們叫聲像鳥一樣 啾啾啾啾的死亡 或是吃完 不過這個當然跟錯達無關 然後呢 就是捕桌再捕桌 或者我們叫做這個捕桌放回法 桌放法 然後就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為後來地震了 後來地震之後 然後再去調查 就發現出現這種族群活動的現象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地震後青蛙的數量明顯下降 對 沒有錯 因為從這來看有沒有 地震 這個明顯下降 所以這個是對的 然後接下來地震後 再捕桌的個體體率 顯著的降低或消失 對 因為再捕桌是空心的 你看這就沒有了 只有上面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那當然這就表示什麼 地震是個大災難 很多的其實都死掉了 很多的都死掉了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 地震後的族群不是 如果他多為地震前存活下來的個體 那應該有不少是會被 這個再捕桌的 對不對 但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就表示地震的話 很多就死掉了 對不對 好 然後活下來的 他族群再慢慢的要去恢復 然後接下來看到地震後 對啊 這兩個選項 是不是 怎麼那麼好玩 重複論述 把他變成兩個選項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說他主要集中在春夏兩季 可是你從這來看 你看這個七月 八九十十一十二一 到這個七八九這邊都還有啊 那這邊的話 他可能一直到秋季這邊都還有 可是他說秋冬完全消失 沒有嘛 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 所以答應卷三講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這樣 好吧 每次說要講快 都還是快不起 那只是希望能夠解釋清楚一點 也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就這樣 加油 antibody ё的 誰 只有 有 雷